大家好 我是水星玩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剝這個柚子 快速的方法 切柚子就是一定 切下去不能切到肉 不然的話吃起來會酷酷的 這是今年的最後一顆柚子 所以我們 看它有一點的 撩撩 但這沒關係 裡面還是很好吃 我們來教大家如何 切柚子 先把這邊前面 不能切在裡面 切在裡面它會切到肉 我先切這樣就好了 不能切到肉 這樣 好 再來的話 下一步就是 開始 小力喔 不能 切太大力 切太大力就 失敗了 稍微進去就可以了 再來 應該沒有切到肉吧 這皮很冷喔 皮很冷喔 危險 再來 最後一刀 切完之後勒 切完之後勒 開始拿一盆湯匙 這樣 注意看喔 皮 這個比較 久了比較難用這個杏瓜 噴汁 它這個皮已經冷起了 哇 失敗了 因為這個 皮有點 涼涼 又手剝了 好 那其實因為 這個 剛剛這個皮 皺皺的有沒有 所以我們這顆柚子 基本上是 沒有剝好 如果新的柚子剝開 那就是 非常的漂亮 那拉上這個 還是很好吃 所以這一次 就是 沒有很成功了 勉強 好 那我們 今年的柚子 如何剝柚子的教學 就到這邊喔 然後我們明年再來播一顆給大家看 所以今年也有點 失敗 像這個 切下去的時候都不能切到裡面的肉 感覺會苦苦的 今年就交到這邊 那如果 喜歡私信文老師的影片呢 右上角也可以訂閱我們 或者幫我們分享按讚 私信文老師下次見喔 掰掰 掰掰 掰掰